记者蔡宗县屏东报道,位在台26线佳额公路段的肯丁风吹沙自然景观早年沙和沙铺自然景观全台罕见,民国68年公路设置后,景观被道路分隔两侧,去年墨兰碧台风毁路后,肯管处也期盼利用整修道路机会改为高绕风吹沙通过恢复美丽的自然景观。 风吹沙景观 早年主要是夏天雨季时洼地雨水汇集,冲沙顺着地形流向海洋而为沙河,白沙由台地边缘垂直滑泻约70公尺至海岸而形成沙铺,冬天东北季风盛行时将沙岩崖坡吹送至崖顶,两种逆向搬运作用,造成风吹沙之特殊地形景观 因加额公路开辟,以至沙员流动受阻,爬藤取代昔日沙时漫天,宛如置身大戈壁的情景已不复见到。 肯管处曾在85年间进行风吹沙自然景观资源恢复评估计划,因道路已开辟无法执行改善。 计划最后胎死附中,去年墨兰地台风将风吹沙路断路机冲毁处大洞,因修护道路地基金费膛大。 肯管处也希望与公路总局讨论尊重自然规划将道路高绕过风吹沙。 肯管处处长流培东说,早年曾评估高架地下道及高绕道路方式,重新恢复风吹沙景观。 其中高绕方式,上防土地全为零物局零班地无征收问题,能够不破坏地貌下,恢复完整风吹沙景观,让路过游客体验大自然奇迹。 这次,公路总局拟耗费巨资重新加固道路,希望能借此机会重新规划。 公路总局封港公务段指出道路修复原则采春机以增加抗灾能力当土墙设计施工,采高绕影响路段坡度及弯道过大,恐影响行车安全后,考量线路段大致已与地貌融合。 景观生态并无不协调,加上当地居民需要路旁农路进出,应该采这地恢复施工,但仍会讨论肯管处的建议。